嗨,你好,我是白板,我从地区回来了 上期杂谈效果不错,所以想割了这一期,但还是过意不去 把这一期就出了,看标题都知道了是什么 所以不废话,进入正题 官前提醒,本期视频的言论纯属主观 反对或不同意某一部分,可评论区或私信告诉我 作为一个圈外人,第一注意到的肯定是外形 而外形我们一般分为两个派系 首先是以奥历史上第一位巨人命名的初代型 也是系列占多数的派系 整体突出的就是线条流畅感 身体有条纹装饰,且显有铠甲覆盖 没有负重感,有着鹅蛋状的眼睛 相比做一个战士,更像是一个遥远宇宙前来的外星人 而另一种赛纹型,是有了有角的存在 身皮铠甲,头部一般都是这种三角形的轮廓 眼部一般为菱形 相比初代型,赛文型的奥特曼更像是一种战士 尤其是15年前的那位秒杀帝 而随着年代的更替,两个派系的界限也不免得变得模糊 尤其是旧平成的带拿著名的二者结合的例子 当然还有赛加和维克特利两种无法判断的奇葩 被外星吸引入坑 这一开始就会多多少少的交代对于奥特设定 设定也分两种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分类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是以初代为首的科学系 以迪迦为首的奇幻系 首先是前者 它们大部分是来自外星球的异乡人 是一种能用科学解释的生物 是个种族 至于为什么我称它们为科学系 你们看看这个对于斯坏秀姆光线的描述 顺便查一句 这些奥特曼对于TV中客串 有着充分的理由 详情参考赵和奥TV 也谢谢远古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奥特兄弟的生草剧集 至于迪迦那样神话色彩的奇幻系 对于联动就有很多限制了 世界关交独立 而且奥的属性也发生了相关的变化 不再是赵和的科学外星人 而光之巨人这个设定就相当暧昧了 这种没办法解释的存在 不知道怎么诞生 光的力量个人感觉很神棍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光也变成了奥特曼更高逼格的代名词 貌似现在人还蛮喜欢这个称号的 但也让某些人用光来造烂梗 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反感 反正我觉得挺恶心的 了解完设定正式进入剧集 而打戏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还能牵扯一点上面设定方面的话题 现在来说就是选择独立世界关 还是像赵和奥一样共享世界关 还是挺看个人喜好的 比如在新作品看到老面孔还是很高兴的 但有些人比如我就未必喜欢 而这也可以牵扯出封面的另一个问题 要家族还是种族 近年上映的新奥里我有一个比较喜欢的改动 就是没有了奥特兄弟这个概念 那位大人成了初代的长官 变成了像我们人类又不太像的存在 最后一点是我回顾我的互相是地球是临时加的 就是奥特曼到底需要的是神性还是人性 单独看自己的本格剧中 除了像杰德这样的推力 好像奥特曼就需要神性来给自己增加神秘感 但如果要拉近距离 就不免得引入人性了 但后果就是使他们太过相似于人类 反而神秘感全部消失 说那么多的要素便是组成我们喜欢的奥特曼的主要成分 因为有那么多选择 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元的奥特系列 所以最后希望你能留下你心中的奥特曼是什么让的 我们下期再见